一群人喝咖啡聊是非 卻有不速只可出沒 下一秒所有人 彈跳起來往店裡面退 一條長達一公尺的蛇 從門口往店內快速竄動 在光滑的地板打滑 不確定是不是毒蛇 沒人敢亂動 索性一名勇敢的鄰居 拿出垃圾桶 將他驅趕到門邊 但危機還沒解除 之後是消防人員到場 才終於將他繩之以法 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在市區裡頭 有看到這麼大的車 所以讓我們也是趕快報警 我是覺得非常的害怕 老闆娘驚魂未定 究竟怎麼會竄出蛇來 新北市板橋四川路 不斷有蛇出沒 原來早在一週前 一名理性四主 自稱是貿易商 進口的紅尾鼠蛇 翼龍十四條逃脫 之前一度在馬路上 上演驚險的閃時畫面 如今還有蛇在外頭 啪啪噪 店家發現的時候 他們也組織得非常得意 他們立即通報我們的消防隊 那消防隊在十分鐘之內 就完成了補回的任務 所以沒有傷害到任何的人 十四條蛇 目前加上這一條 一共找回十一條 一條在路上死亡 卻還有兩條在逃 恐怕附近的民眾 還得持續留意 紅尾鼠蛇雖然沒有毒 但是在鬧區逃竄 不知何時還會再造成騷動 記得張祝位 程序跟新北市報導 臨時 屋 屋 從 屋